哈喽大家好,我是Henry 今天我们会谈到有多少人被差不多毁掉的 马上开始 各位,差不多就是马虎得过且过 很多人在工作的时候就是有这种的心理 觉得反正也不是为自己办事 是为公司做事情 其实每个人都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集体 都是在为自己的未来、家庭、梦想而打拼 为了更安全、更有效地打拼 然后结成团队 从原始社会到现在一直都没有变 在工作中往往你觉得差不多 其实差的真的很多 那么举一个例子 一个数学题 题目是0.9的n次方等于多少 那这个题目结果的根据n是哪个数字 我们就拿出计算机来计算一下 当n等于4的时候 也就是0.9乘于0.9再乘0.9再乘0.9 就大约等于0.656 当n等于5的时候答案就是0.590 当n等于10的时候答案就是0.349 当n等于22的时候就是等于0 也就是说有无数个0.9相乘其结果就是等于0 如果你做一件事情每次都是用0.9的心态去做 这种的心态能被我们称之为差不多 也就是说一件事情的每个环节我们都用差不多的态度去完成 那就好比多个0.9相乘其结果很有可能不合格 甚至等于0.9% 一个人从平庸到优秀很容易 但从优秀到卓越其实是非常的困难 因为他要克服的是人性当中很多个劣根 一个卓越的人对待事情是精益求精的态度 一个平庸的人是得过且过的态度 而一个优秀的人或许是差不多的态度 古往至今有多少人就是被这个差不多毁掉的 要用精益求精的态度去对待工作中的每一件事情 否则会带来难以想象的结果 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有几个故事关于差不多的这些的例子 那第一个就是老电影 各位老电影 并且在思考为什么很多经典的老电影 几年几十年都经久不衰呢 因为做到了电影制作的每一个环节 力求完美的态度 从演员到取景 从台词到剪片 从配音到插曲 从道具到后期制作 每个点都不敷衍 整部电影才有可能成为经典 我曾经研究了拍摄《泰坦尼号》过程背后的资料 事实证明了我的结论 导演 詹姆斯卡梅隆 是一个对工作要求到极致的人 电影中有这样的一个镜头 那也就是泰坦尼号将要沉默 床在倾斜的时候 很多盘子哗一下 统统都打下去 这个时候导演 詹姆斯却说 卡卡卡 杯子和盘子 还有碗底下 有没有标记 因为根据海底捞出来的证据 铁达尼号船上的盘子 杯子 碗底下 全部都有铁达尼号的标志 但是在拍摄过程中 詹姆斯却发现 那摔碎的一万多个盘子 丸子全都没有标志 因此立即做了一个决定 那也就是重拍 投资人却说 你是疯了 一万多个盘子碗 就这样作废了吗 这到底多少钱 你知道吗 那导演詹姆斯却说 如果你不愿意拿 那就从我的薪水里面扣 最后又重新做出 一万多个底下有铁达尼号标志的盘子 碗重摔重拍 各位 那也就是为了那一秒钟的瞬间 坦白说 那短短一秒钟的镜头 大部分的观众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同 但是詹姆斯却始终坚持细节 和精益求精的态度 各位 有了这种的态度 何又拍不出一部影响 全球百事流芳的电影呢 那接下来第二个例子 差不多先生 胡适有一篇杂文 叫做差不多先生 非常有影响力 文章幽默风趣 讽刺了当年人做事的懒惰 得过且过 没有责任感 敷衍了事的态度 那故事描述一个叫做差不多先生 他一生做事都大大烈烈 差不多就行了 那最后把自己的一条命 也给差不多了 有一天 差不多先生得了疾病 那他就赶快叫家人 去请冬界的望医生 那家人急急忙忙地跑去 一时之间找不到冬界的望医生 却把西界的兽医 王医生请来 那差不多先生都病在床上 知道找错人了 但病急了 身上痛苦 心里着急了 等不着了 那心里就想到 好在啊 王医生和望医生都是差不多 就让他试试看吧 于是这位兽医王医生走进病床的前面的时候 就用医牛的法子给这位差不多先生来治病 不到一个钟头 差不多先生就一命呜呼了 差不多先生差不多要死的时候 一口气断断续续地说到 活人同死人也差 差不多啊 凡事只要差不多就好了 何必太认真啊 那他说完了这句话 方才崛起了 他死后 大家都称赞 差不多先生样样事情都看破了 想得通 大家都说他一生做事都不肯认真 不肯计较 于是大家都给他取个死后的法号 叫做原通大师 一个荒唐幽默的故事 讽刺了一个时代的人们不肯认真的职业态度 悲惨的结局 那第三个例子就是职业态度 那在这里相信很多企业的朋友都会头痛一个问题 那就是为什么企业里的员工执行力差 一件事情经常都不能保值保量完成呢 那这里的回答就是 凡是执行力出了问题 大部分是职业态度出了问题 那相信大家都记得多年前 财经对周星驰的这个专访 财经就问道 有人评价你非常的自我 有人评价是更加的极端 你怎么看 那周星驰就回答 我是一个工作很认真的人 但有时候当你认真 有人就不高兴 比如说拍戏的时候 你一个镜头重拍了一百遍 他们当然会不高兴 会认为你这个人干啊 有问题啊 你这么麻烦呢 一部喜剧之王就是周星驰的个人传记 当别人都在笑话 他只是一个跑龙套的 他在戏中却说出了心声 临时演员也是演员 也要有负责任的态度 他用这样对表演的态度 苦苦跑了十年的龙套 在83年版的射调英雄传中 周星驰曾经演一部士兵 因为要挨没嘲讽的一掌 导演要求一掌就被打死 演之前他还跟导演商量 能不能先不死 第二掌才死 导演嫌弃他在浪费时间 后来他在演士兵 被一掌打死的过程中 还在研究怎么样的死法 那财经就这个情节就问道 就一秒钟的时间 没有对白 没有动作 这样研究有意义吗 那周星驰就说 怎么没有意义啊 没有看到我也有反应吗 啊 的一声呢 那在周星驰看来 哪怕啊的一声 也要啊出不一样的感受来 哪怕一秒钟跑龙套的画面 也要研究如何必争 哪怕一只人见人弦的蟑螂 也会有一个经典的名字 叫做小强 在他的眼里 只有更好 没有差不多 如果能尽一百分的努力 他也想方设法去使出一千分的进耳 那财经问他 为什么那么认真 周星驰微微一笑回答 做事认真才有希望啊 就这个一无所有 生存在贫民苦的穷的小子 靠着这股做每件事情 认真到别人无法能忍受的态度 让自己的作品成为了一本本影视作品的教科书 中国有一句经常拿来安慰自己的古话 那就是呢 进人事而听天由命 但如果你自己根本没有进到人事 又凭什么要求听天由命呢 毁掉你的人生不是天意 而是你对人生得过且过 万事都以差不多的态度来做事情 如果有一天 当你用百分之百的心态去做事情的时候 你会忽然间发现 所谓的上帝也只不过是你自己 所谓的天命 只不过是你精益求精的态度 和坚持不懈的努力 好了 今天的分享 有多少人被差不多毁掉了 就分享到这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影片的朋友呢 大家都可以点赞订阅分享以及留言啦 我们在下个影片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分享